大家好,我是幼稚医师陈慕容 健康民众以及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不戴口罩感染的风险很低 如果你有慢性病,免疫力不好 或者你有发烧、咳嗽、流鼻涕等呼吸道的症状 记得戴口罩 只要大家都遵守健康的人不戴口罩 有生病、慢性病或免疫力低的人戴口罩 这样就可以有很好的保护网 当然就不用担心不戴口罩会被传染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